准备很多书,准备要进去好好的来念书 都在我的安排之中,半年前我就安排好了,我们后会有期 曾引发高雄直播组织乱的网红连千亿 确定将于6月1日入狱进修,对此连千亿表示 我是抱着愉快的心情,准备很多书 准备要进去好好的来念书 都在我的安排之中,半年前我就安排好了 祝福你们,大家一切顺利,事业顺行,采用妄境,身体健康 我们后会有期 不止如此,连千亿也在脸书贴出自己的新发型 还说剪这样凉快很多,提前向大家告别 自己要准备进修,韬光养晦 让不少粉丝留言,加油保重 大家会等你的,行安 你会等到什么? 保重先等到你了 不快时间到,阿盖在这儿就好 在这儿就好,这儿就好 这次我买了很多书 也买了蛮多书的 我买了很多 日本金银之圣道圣和夫先生的书啊 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书啊 买了很多他们的著作 他们都是我很崇拜的前辈啊 最正的准备好好来念书 观看 目前等通知啊 對啊 我情形擔同你啊 沒關係時間到 阿蓋你要託一託 你要託一託 這次我又買很多書 也買了蠻多書的 我買了很多 日本經營之聖 道聖和夫先生的書 還有洛克菲勒先生的書 對啊 買了很多他們的著作 因為他們都是我很崇拜的前輩啊 就真的準備好好來念書 直播主連千億過往形象海派 言行經常引發話題 日前被控叫縮小弟 到另一直播帶貨業者店外開槍示威 引發所謂的直播主之亂 昨24日他被判刑七年定驗 即便連千億暫時失去自由 但臉書仍然持續有更新 稍早透過留言區 與粉絲們問好 關於連千億的刑事責任 一省高雄地方法院 已組織犯罪條例 槍炮刀謝管制條例等罪 判處連千億七年有期徒刑 恐嚇及強制等罪則判處 一年有期徒刑 得一科罰金 二省維持原判 一年有期徒刑部分定驗 七年有期徒刑部分 案件上訴三省 最高法院駁回全案定驗 也就是說連千億確定入獄了 就在連千億判刑定驗的這一天 臉書仍然活躍 其中分享了他與其中有人瘋割的合影 連千億感慨曝光了人生心得 好友就是要不為了利益 彼此關心 雪中送炭 有錢沒錢都是其次 在社會上跟任何人的交情 都像是一張悠遊卡 你除職越多的人情做好更深的人際關係 在未來 你早晚用得上的 到了深夜11點多 連千億賬號也在該篇貼文底下繼續留言 寫到大家晚上好跟粉絲們打招呼 這個OMPJP低頻率假貨嗎 有沒有話在消費的時候 我個人的NFT正式開賣 目前預購大概一張在28000塊 然後後來漲漲漲漲到應該現在47000 48000 我個人的NFT正式開賣 目前預購大概一張在28000塊 43個鐘頭不到全部秒殺 有穿過給我看過 這雙濕襪子怎麼會穿過 然後全部捲在一起 在櫃子裡面 維維 你昨天出去的時候 爸爸有沒有買一雙濕襪子 濕襪子 有 有還是沒有 有對不對 給我的黑色的對不對 對 對 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未來的趨勢 接下來要買 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 跟我換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從今天開始 在我們藍瓶公司 你要買勞力士 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買百達斐力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接受現金 要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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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NFT的股票來換 我們才接受 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未來的趨勢 接下來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 都可以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四大隊在日前接獲民眾報案 他們指稱聯盟他等人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 來販賣NFT區塊鏈的商品 並且強調這個NFT 它本身的賦能價值 以及它未來可能的獲益 那以至於多名的被害人一時不查 在購買了NFT之後 那因為無法實際將這些NFT 那兌換如剛剛所講的 負能及附加價值 因此向本局提出詐欺告訴 那四大隊受理之後 立即跟台北新北的警方組成專案小組 全力來蒐證 那同時報請新北地檢治國 黃冠傑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在今天凌晨上午的時候 來發動搜索跟具體行動 那一共帶回聯險等世人到案 那現場有查扣 這一次NFT賦能所使用的一個 GRA的鑽戒 以及iPhone 13的模型機 還有它涉及來經營這個直播網站的 手機電腦等張證物 那預計訊後之後 會依刑法的詐欺 以及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 來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那這邊要特別呼籲大眾 因為NFT是一個新興的區塊鏈的商品 那是否能夠兌換相關的負能價值 以及所訴的等值的商品 這個是有一定風險 那也請民眾要務必小心 不要輕易的投資不熟悉的 虛擬通貨的一個商品 以免受騙 那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打電話來諮詢16反詐騙諮詢專線